Hello 各位好,又回到Pokémon的激進紅 今次就打這個版木 上次講到就是打到這裡被Mega代龍打贏了 因為Mega代龍太難打了 大家都知道Mega代龍的實力有多強 上次我升了一升這個打擊鬼 這一打擊鬼就有47Lay 但全部都47Lay 就看看能不能贏到他 他一來是哪隻玩,我忘記了 一來是尼多王 一來是尼多王,我們先試用暴世龜 看看能不能吃到他一招的地面技 因為背殼忍可以砍死他一下 他一下都打死我 那不行不行,要改改 如果暴世龜不能放頭,我們試試用打擊鬼 重疊 他都比我快,我可不可以快 他換重,OKOK 他這裡有多少速度,我們先計算 我們打擊鬼是不是要大派用場 看看,打擊鬼是97速度 都挺快的,OK 好 那我想到怎麼用了,怎麼做 這裡先用重疊 然後再用... 筋身拳擊應該高攻一點吧 筋身拳擊 打剩下三分之一吧 不是啊 哎呀,是幸運彈來的 如果用黑帶應該更厲害 帶人彈 這裡他用飛行技,如果用飛行技我們換一隻... 換一隻大狼魚吃就吃吧,沒辦法 咦,他用突襲喔,好 我們用...打喊路吧 剁鑽,嘩,一脫 這樣就可以用虛張星勢 再用剁鑽,OK,他睡了啦 如果他睡了的話,我們可以用... 用... 用一隻焰武王出來加速 換重? 你竟然換重? 噢,不! 這樣就糟糕了 爛泥啊,泥巴扎爛 頂到一下可以嗎? 頂到! 嘩,頂一下真的好難啊,這裡 毒瓦斯,毒瓦斯啦 Mega進化 暴世龜 岩石風 或者重疊 重疊吧,免怕不中 增強拳 岩石風 好,那現在他降了速度 再用打擊鬼的近身拳擊 有什麼地方打死啊 應該可以打死的 啊,我的打擊鬼不是浪得虛名啊 嘩,還有這隻啊 這隻我們照用近身拳擊吧 應該打不死,但我覺得打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 下一半 急凍拳 啊,有點難搞的 岩石風打他應該不痛啊 二劍頭脫 可不可以令到他害怕呢,不知道 直中轉死了,地面記 哈哈 暴世龜要留啊,有機會贏到的,但真的看機率而已 啊,我們先裝一個什麼 我們裝一個達人帶就贏了,我覺得 真的差一點點,真的差一點點 好,重疊 緊身拳擊 應該可以一下打死的,哇,竟然不行 我們試一試用氣死回生吧,各位 氣死回生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厲害呢 重疊 氣死回生 欸,他沒有換技 沒有換重 他沒有換重啊,這次 哇,代龍啊,這麼快出 走一走好像比較好 好,這次是暴世龜 暴世龜又用,但有招水技 他有招水技 戰長龍啊 岩石風 不要打死啊,好,不要打死 岩石風 太山壓頂 這裡用打擊鬼 近身拳擊 好,打死 哇,頭也會比較難搞的 他應該都會用什麼特閘技 大狼犬呢 竟然用 那就麻煩了 暴世龜呢,暴世龜用岩石風 應該未必死的 對,因為我岩石是 反而我這一刻有機會打死他一下 我不行 特閘,保久這些技能 好,這裡我們用貝殼刃 因為貝殼刃可以打他四倍傷害 這一刻至少一半血了,肯定 哇,他有果實 那三分之一,只有一點 很少 直衝轉 暴中 這場是保世龜MVP 一半吧,下一大半 爆擊 贏了,各位 可以贏了 還有沒有 搞定 贏到了 不可能 我把我這次的 看到你釀肉的精靈被你悉心照顧 好像這些孩子 永遠都不會明白我希望達到的目的 這次我先選擇撤退 希望我們可以再次見面 西爾佛檢視鏡 我們就是需要這個東西才可以看見紫緣塔裡面的鬼魂 成功打贏了,但是也頗好運,因為避了那個招 避了哪個招技能 剛剛是超鐵暴龍的招技 現在我們就向紫緣陣出發,去那個白色鬼魂 給他一個茶去喝 給他一個茶去喝就能進去金黃市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要去金黃市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 對,這裡,紫緣陣 剛剛捉回來的打擊鬼馬上大派湧場 我覺得打的位置實在太好用了 好 來了 好,現在回到上層了 還有呢 上次不是有一集就是說 聖安老號不見了勁敵的 原本劇情呢,嘩,為什麼會有 這裡,因為隨機了精靈 竟然有個瓊子 46的地鼠 嘩,真的打得死我了 上次說到就是 聖安老號不見了勁敵的 這裡應該是會有一個勁敵出來的 但是還是沒有出現到 究竟是有什麼背後的原因在這裡呢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一些作者的一些... 精心的惡意還是怎樣 消失了入侵者 嘩,是一件大龍 沒有遮到這麼大的龍 這裡我們用噴射火焰 落後不少 這麼高血的一隻大龍 好,完成了 咦,一堆火箭兵團 哎呀,這隻重打 忍生拳擊 好 富士老人 哎呀,打擊鬼同一樣 好,重打 忍生拳擊 嘩,你的妖精是... 大龍犬呢 咦,咬水 好 好 你教不到任何人啊,年輕人 心蝙蝠 又要用惡技打 富士龜呢 緊咬不放 余之未來 余之未來 一發秒了 律鼠 請他睡覺先 開錯技 開多了一下 現在打不上 慢慢撞不了 這隻都是用惡技咬 這隻要... 轉一轉 因為他不怕惡技 妖精是 搞定 你會為此而後悔 好 富士老人 你是來救我的,帶我來自願 打算你安撫可拉可拉母親不安的靈魂 我想 格拉格拉靈魂終於離開了我們 十分感謝你好心 回家吧 跟我 這麼多人在你家 收集精靈套教很浪費時間 你可能會中途放棄精靈笛 聽到精靈笛的聲音 沉睡中的精靈就會馬上誘成 可拉可拉的媽媽站到 你好 我是來自成都的松葉 誰是松葉 我來這裡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進一步 達到我作為一個導管管主的極限 在過程當中我發現了一個 我想稱之為家的地方 就是這裡 下次吧 一會兒和你打 回去回血 我沒有見過這個人嗎 這是什麼人 有啊 他是什麼人 看一看 我們先用打擊鬼放在頭上 好 來了 這個 不懂啊 咦 迷2Q用 迷2Q 迷2Q不夠打 迷2Q我們先換一隻大狼拳 劍武 嘩 很難搞 咬碎了 咦 開錯技 哎 用了鬼面 咬碎 他這個是有迷2Q的特性 即是一個畫皮 嗯 這裡用難泥的毒技 是不是用毒技 我忘了 好像不是 還可以 他不知道是什麼 鬼妖精 好像是鬼妖精 地面的 影子偷雜 打擊鬼的重疊 哇 遊影子偷雜 水流獵婆 很厲害 水流獵婆 水流獵婆 嘩 這麼麻煩 鬼系來的 鬼系的管主還是什麼 暗影球 反動 好 亮發妙了 暴世龜 岩石峰 水流獵婆 水晶燈火靈 水 噢 不夠他快 這樣就糟糕了 這裡 但應該他一下子打 我不死 應該吧 應該 應該應該應該 啊 頂得順 多害怕一下子 秒了我 OK 還有簡怪在後面 這樣就死了 先來個鬼面 Mega 進化 你什麼人 你還有Mega 在後面 重疊 嘩 沒了 他一招暗影球 秒了我整隊 很麻煩 他一來那隻 是什麼鬼 迷2Q 迷2Q我們先用大狼犬 試一下 我覺得未必會打贏 先來我打鹹龍 對呀 不行 他有妖精技能 箭脫龍 箭脫龍 箭脫龍也要用岩石峰 箭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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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氣 不死的 嘩 嘩 剩下最後5滴血 水流獵婆殼 這個其實也要死 沒辦法 因為他一定比我快 沒有一隻 沒有一隻 精靈 可以比我慢 就我看 他的組合裡面 他的燒傷狀態是什麼 加速 沒有記錯 含石峰 水流獵婆 哦 對呀 還有這隻 煙霧王 對了 暗影球 忘記了 我以為他會用那些什麼火技 唉 爛泥 泥巴炸彈 嘩 真的不夠打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夠打 重打 他還在後面 真的怎麼打 整隊都是怕惡技 而我只有這隻 還有萬速的 89速 九十五速 其實這隻九十五速 也算快 這隻貴 這裡我想改一改性格 我想改戰除龍的性格 改做加攻減特攻試一下 加攻減特攻 看看他加了多少 加了十幾 都算高 我覺得 這裡就一開始用戰除龍 戰除龍放在頭上 我們一開始先用鬼面試一下 不知道可以降到他多少速度 降到他可以快過去了 戰除龍 但是我還是要給他打兩下 欸 避了攻擊 好厲害 影子偷襲 好厲害 最後你也要拿回彩 蛤 這隻被人秒的 一定不夠他快 但我們也可以先用鬼面試一下 試一下吧 我覺得他應該未必頂到一下 暗影球 對 未必頂到 然後用大狼犬 用大狼犬的咬碎 空氣切割 應該死了 欸 還有流 這一下有沒有機會一刻咬死他呢 應該比較難 也可以 好 這裡他會用暗影球 這樣就沒辦法了 死了他了 暗影球 然後我們先用打擊鬼 然後重疊 再重疊 好 剩下這個緊鬼 緊鬼就沒辦法了 打擊鬼要死了 因為他一定比我們快 之後再用暴世龜 再用岩石蜂 嘩 又吸收了他 用什麼好呢 炎武王 然後 嘩 應該不夠 他很快 神經病 先開衝難 先試一下加速 希望可以打贏他 84 即是扣我 扣我90多 剛剛打我一下 加了一級速 然後這裡用噴射火焰 快不過去 死了 死了了吧 Oh no 還要被人會心一擊 黎巴炸彈 打多少 這一下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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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來了 這一下吃完 應該可以打得贏吧 74 未必可以 74 未必 撐到他一下 這一下 爆擊吧 沒有爆擊 贏了 贏了 你 傷 什麼鬼 嘩 那些賤為什麼這樣 很久以前遇到一個空猛的挑戰者 叫阿響 最終成為成都的冠軍 誰是阿響 我對你有很高期望 請收下 技能機 我想你會發現很有用 安撫之靈 毫無疑問 成為最好的 是一個令人敬佩的夢想 但永遠記得珍惜你的精靈 背後有什麼意思 他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不知道是什麼管主 沒什麼印象 你相信世界有幽靈嗎 真的嗎 真的有相信 不相信 我不是這樣認為 你看看你呢 劍婆尚的白色鬼手 只是我想像來的 這個都 挺有名的一個對白 就是遊戲裡面的對白 很久以前初版都有試過 OK 拿了什麼 現在應該是 是去哪裡 金黃市 看看 看看 第五個導管 拿這個地圖出去看看 啊 應該要回去拿單車吧 拿單車之後 或者進金黃市 然後拿齒龍市 OKOK 聽說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都聽了很多次 每次都要聽 就是聽什麼獵馬 然後拿單車交換卷 現在身上有單車券 就可以通到錢黃市的路 那條單車徑 然後中間有隻卡比獸 據我了解 或者據我的認知 這隻應該不是卡比獸 我們看看這隻究竟是什麼精靈 躺在我們中間 卡比獸醒你 對了 暴跳魚 攻擊過來 哇 真的是這隻 傑草魚 出來了 岩石風 好 拜拜 這裡好像有東西拿 我記得 研究超級進 如果你能吸我看 一個完全進化的初次精靈 我會給你相應的Mega射 焰霧王 你也焰霧王 不是我找的 初階應該是噴火龍 噴火龍 什麼奇異種子 咦?他要我拿 拿拿茲 徽章師可以走過去 那就是說 我要去金黃市打道館 但是道館 道館應該要 這個道館可以嗎 這個岩石格鬥系道館 好 應該輕鬆了吧 他用了伏特替換 岩石風打氣 因為我有破格 嘩 你看 這隻奇異種子 快死了 浮世歸 岩石風 岩石風 雙重岩石風 好像這個格鬥系道館 但是應該不是這個 所以下集回來 應該要打西爾佛公司的劇情 我們先打那個格鬥系 這個是一個沒有牌的道館 岩石風 追打 這個 轉重 轉 轉 轉 格鬥 好 下一個下一個 這個管主 好像是管主 管主樣子 我記得 是金銀版 即是城都裡面的其中一個管主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回來回血 不是說要打管主 這裡的管主很餓 我沒有打 即是這個版本裡面的管主 試試看 後面就是 當你戰勝了這個道館的道場主 之後 他就會讓你選兩隻精靈 贈送給你 大家如果有玩過 都知道 一隻就是 一隻就是比華拉 一隻就是沙古拉 好像是 來了 你好 小笨蛋 我是阿四 已經成為了這個道場的空手道大師 我想我可以幾秒鐘 真的被捏死 那些東西 什麼 這跟精靈無關 很久以前都有一個挑戰者說同 我要對戰 打阿四 我都 看到他的樣子 我就知道是城都的管主 這隻是他最有名的一隻精靈 打擊 不是 大力 先來個重疊 他一定比我快 這招 應該是什麼獵魄 他打幾下 不是 你有這招 這招是新技能 這招 那隻熊貓用的技能 據我所知 近身軟益 我比你快 但是 還是輸 暴世龜 暴世龜 岩射風 我是重疊 我比他快 我比他快 早趕 我比他快 哎 糟了 那就要重開 他 怎麼會有這麼屁肌的技能 太過分了吧 既然有些必爆擊的技能 這裡用劍尾好不好 好像不是很好 還是重疊 不知道 還是 然後再用起死回生試試看 看他打了多少 打得很少 然後我們這裡用 去格鬥和水 真的怕草系 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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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械 還有妖精 超難力 但是我一定不夠他快 這裡 對 很難來 這裡 毒雅絲 他用水技 轉重吧 轉義武王 你死吧 沒辦法了 抽泥 嘩 這裡很難 只有一隻 大力挖端 又打了我三四隻 音速拳 他會不會太多厲害的技能 先想想 先想想對策 我可以用一些飛行技 我有招 見反 沒有 學得 你們有沒有妖精技 有沒有超能力技 有招超能力技 但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出到 就是戰除龍的招技 我們打擊鬼不要這麼快出 他這麼快出了 他已經死了 嘗試這樣 這裡用2點頭鎚 我應該未必頂到他三下 水手雷劍 還要爆擊 他一下煙打了多少 打了八十多血 第二下剩下五滴血 因為他這個好像是固定三次 又或者用暴細龜減掉速度 每次打管主都要這樣 我發現 重疊 吸收拳 我們這次用暴細龜放在頭 重疊 然後用 炸狼 也沒得選 對 沒得選 因為我減了一下速度 不如用戰翠龍 但我覺得應該也未必夠快 咦 夠啊 看看2點頭鎚 能不能一下撞死他 是不行的 是差一點點 對 真的差一點點 唉 為何他這麼快 他這隻蚊香蛙都一塊成這樣 他這樣打一打我扣了一點血 觸犯不到一血筋效果 他還有一隻草系 蘑菇包子 還要 提身 毒療 Oh No 真氣拳 全部都是MVP 全部都是PVP用的技能 好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是時候打到這個導管就完結了 這個管主暫時打不贏 等我要升一升 還有 轉一轉技能才能打得贏 對了 就這樣 拜拜各位 記得訂閱頻道 拜拜